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围静得呢 静得很依然 说不上来 我找不着来什么词 这地方静得很依然 在中国的南方 广东 福建 香港 澳门 经历着山竹台风 它是不是还叫台风啊 离开大陆时间太长了 但是我看到一个视频上说 在台州遇到的风速长高达十四级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讲 那原来说过这个 呃 咱原来上小学的时候 上中学的时候学过 什么一级 呃 零级 什么二级风 三级风 忘了 那有有那种歌谣的 原来小说都学过 呃 三级微风 红旗展 四级地面非纸片 五级小树摇 六级橘散男 七级迎风走不变 八级树折断 呃 九级以上 呃 什么 哈 翻天倒屋 不常见 忘了 呃 风的极数 那如果说 八级都树折断了 那它要十四级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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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比较厉害的 呃 那是现实了 而这个山竹飓风 我觉得比较有的一笔的就是 在这个 呃 美国 呃 呃 这两期节目我们都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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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不配位 还是德能够配位 谈到了 这个 川普 在美国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号飓风 已经登陆 呃 呃 包括 呃 包括CNN ABC 这种反 就完全反 反川普的 媒体呢 都直接讲说 已经弱化成 热带风暴 他连飓风的 呃 他都不能算作 飓风了 就完全弱化了 死了几个人 啊 死了几个人 呃 我们跟大家做个对比 因为 有朋友提到 哈 我看国内的网友提到 说 为什么不像 拿炸弹炸的 啊 把飓风给 把台风给他炸没了 就完了 那 另外一个比较热闹 就是在瑞典 呃 呃 瑞典有三个人 父母家一个男孩 呃 不叫男孩了 在瑞典大闹了一番 呃 他很平常 现在人家已经 该 已经从瑞典转到荷兰了 啊 已经到这个叫 呃 可能是到 国际上称为叫信都的阿姆斯特丹 嗯 那我不知道这三口呢 怎么玩 但是呢 在瑞典那个玩法呢 呃 国内已经上升到真正的爱国主义了 所以有人说是跟这个香港书商有关系 叫桂连海 那有人说呢 是跟这个诺贝尔奖有关系 呃 说什么都成 我觉得说什么都成 所以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个见过要脸的 没见过臭部要脸的 那臭部要脸的 没见过没有脸的 就高级动物没有脸 呃 我们 因为有很多视频 所以这期节目咱做的轻松点 我们就看看很多视频 让看很多视频 呃 我在推特上能找到 大家汇总看到一个事情的真相 呃 在反衬过来我们生活的环境 啊 反衬过来生活的环境 呃 但是呢 人坏了全都坏了 这是咱说的 其实昨天我跟大家分享了一段西游记 其实在西游记里面呃 呃 如来在决定 要 昨天只是讲了这个神州的哈 呃 四大部州 在这个 在这个关 在这个 如来的眼睛里呢 看到的呢 呃 南营部州最麻烦 而东州神州 啊 东部神州 呃 是可以还出取经的人 啊 叫 静天礼地 心爽气平 心爽气平 是人这边表现出来的 啊 静天礼地 是心爽气平的因由 啊 因由 呃 不在生死中 不在得失中 只在一个生命的过程中 我们跟大家描绘过 一个只在生命的过程中的人 必然心爽气平 他不为得而喜 不为失而忧 不在得失中 只在欣赏自己的生命 今天的每一个早晨 因为每一个早晨 对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人说人生第一次 这句话是假的 人生第一次是掌握 是在自己的 自己要得到的角度 去讲人生第一次 人生永远是第一次 你的生命的过程永远在是第一次的 因为你永远没有过过今天的早晨 是不是 所以永远是全新的 所以它是个过程 它不是停留 停留 它不是一个获得的本身的说法 如果朋友能体悟到这一种 这是我们生命的真实 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习近平也这样 对不对 当年希特勒也这样 斯大林也这样 谁 人人都这样 只要你脱声称 这地球上的所有东西都是这样 因为每天都在重复 每天都是全新的 生命的它的珍贵也就在这里 那它的你的立足点在哪个角度上看也在这里 所以顺天一而为之 怎么做都成 当你理解了这天地间的生命的内涵那时候 其实就是理解我们自己的内涵 那你对遇到的事情 碰到的事情 就是完全不一样 你的看法完全不一样 对吧 当你为了获得的时候 你在跟命运相争 你在跟天相争 你争持要获得的时候 你在跟天相争 当你只是在过程中一种需要的时候 你愿意找就去找 你愿意找就去找 但是在这个 这说起来太多了 可以随便怎么说都成 但是在如来 释迦牟尼佛说 我要往下传经 我要往下传经 当时修记是这么写的 你是任何人 不是我编的 是修记这么写的 佛祖说 我有三藏真经 可以劝人为善 我有三藏真经 可以劝人为善 这是西欧记的原话 菩萨 众菩萨文言 当时呢 他表明时 就只是四大菩萨 和长归一 向佛问道 如来有哪三藏真经 然后如来说 法一藏 我有法一藏 天法的法 我有法一藏 谈天 论一藏 说地 经一藏 渡鬼 三藏 共有三十五部 一共是一万五千一百四十四卷 正善之门 修真之经 完了 我要送到 我带要把它送到东土 后面 我们就不讲那么多 后面他又讲了 西欧记写的 我一再澄清 西欧记写的 你把它当成神话小说 就神话小说 但这个话放在这 这么说 让我觉得很有趣 就像 昨天我不知道 我们说叫 涛歌 涛歌 讲 叫什么 又忘了 我们说西欧 我们说西欧 我们谈 聊这个 聊这个疯神 都是跟大家讲故事 都是讲故事 我得想一下 当时怎么定 那这里面讲 唐三藏的名字 玄庄的唐三藏的名字 是从佛祖那来的 有人在 有人也在推特上 在YouTube上说 涛歌 玄庄 玄庄应该是谁 是 应该是佛祖身边的 金通子 是谁 那是另外一个 我们就 我们就跟大家 走到哪 说到哪 唐三藏的名字 唐三藏的名字 来自于如来的 三藏真经 所以他是一个使者 他是一个使者 他在先 如来在先 那这个人为了完成使命 那在中国东土出现了宣状 而这个时间出现在圣堂 而在圣堂的时间 在如来的眼睛里叫敬天礼地 那是今天中国五千年文化中 三千多年文化中我们看到的鼎盛 有文字记载中的鼎盛事情 所以有佛祖背后的背书 有当时 李世民年代的 那个唐朝的整个的他的社会 人文的假质观 人文的经素养 他的素养就叫敬天礼地 不用太多的词汇 不用太多词汇 他反映出生命之间 你在内心中 你的境界水平 就是你的生命取向水平 生命取向你的灵魂的东西越多 那社会中展现出来的 就越是境界 生命取向中 越展向 就像南英部州 展向了叫贪淫乐祸 多杀多争 口舌凶肠 是非恶汉 今天的中共 今天的中国社会 今天的中国社会 那他 但是他提到说 法一藏 谈天 论一藏 说地 谈天说地 那可能就从哪来的 经一藏 叫杜鬼 这是让我挺吃惊的 他叫三藏真经 那他没叫三藏真法 没叫三藏 三藏叫什么 论 对吧 法 论 经 这是讲的三藏 对应的呢 应该是天地人 但 他没对应天地人 他叫对应的叫天地鬼 再跟大家讲 西游记写的 不是我 不是我 胡说的 我一个字一个字 跟大家念 他为什么叫鬼 为什么不叫天地人 我记得跟大家解释过 现在很多大陆人去过 罗马 在这个罗马 佛罗伦萨 这俩地方 在罗马的 梵体冈的西斯敏教堂 在佛罗伦萨的百花大教堂 佛罗伦萨百花大教堂 他的圆顶是没有柱子的 那是这么胶柱上去的 那是很著名 在建筑学上非常著名 而圆顶画的大审判 是米开朗基罗的学生 而在小西斯敏教堂 弗罗伦萨 梵体冈 罗马 那是米开朗基罗自己画 在两幅世界上最著名的壁画中 诗壁画中 在描绘大审判时 都把人 鬼 畜生 妖魔鬼怪 妖啊 其实不是畜生 那是妖 炼狱 是画在一层的 画在最底层 人就是鬼 人就是鬼 他没分开 那而在网上人鬼之上 他分了 他按照耶稣的十二门徒 不同的门徒呢 他的境界不同 分出来 一层一层 一直到上面 壁画的最上面 或者说 百花大教堂的最顶端 是耶稣 而 在最顶端 最上耶稣的上面 是光芒 所以百花大教堂 同样中间是镂空的 梵体冈的 梵体冈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 中间是镂空的 他的那个 华盖上面 而米开朗基罗的 这个大审判 在他最上面 是光芒 光芒呢 光芒上面接的就是屋顶 像须斯敏教堂的屋顶 屋顶上面讲的创世纪 就是上帝的手指 那个画 所以那创世纪跟他那个 大审判之间是光芒 光芒 光芒 其实在我眼睛里就是 更高的神 对人而言就是光芒 人的肉眼不配看 我曾经开过玩笑 有人说 你老说神神 你证明他存在 我说你怎么不敢证明一下 鬼存在不存在 那副怂包样 那副怂包样 怂包啊 这句话不好听 你怎么不证明证明 说 你别跟我吹牛皮 你给我证明证明 鬼存在不存在 你记住 谁在问这句话 我就送你一句 瞧你那副怂包样 你证明鬼存在 算你本事 你提出这种要求 当你敢提出 说我就不信 有鬼的时候 鬼要不上你们家 对不起你 人的下贱 龌龊 内心的肮脏 都在这种表达中 太多的人 没有这种能力认识 就像我说 那娘炮 非常流氓的一句话 对吧 在外头乱来的 谁都懂得 那第二个字 炮是什么意思 男女都懂 能懂 那东西 上在媒体中 那东西 能在光天化之下 随便说吗 对吧 一群婆娘在那喝早茶 说我今天 你看那小鲜肉怎么着 你给他拉走买了 对吧 现在猪肉挺贵的 人肉便宜 人肉没有非洲猪瘟 还仙 多流氓啊 人没有这种能力认识 所以这里我想说 我回过头来 这是一个鬼的世界 在唐三藏 讲的三藏真经 他谈天说地 谈天论地 是谈天说地 杜鬼 没说杜人呐 我以为 他具有一种相当起物的感言 在展示着真正今天人们 在现在的人 无论你干嘛 在神 在佛的眼睛里 在儒的眼睛里 在儒来的眼睛里 你是鬼 已经能堕落到这份上 小鲜肉 娘炮 色鬼 在西游记里边呢 他讲的是杜鬼 可不是杜人 可不是杜人 我以为 他作为一种文化 我们就当文化看了 他在描绘今天人的 道德状况 这本书是 明朝的 明朝的四大名著之一了 那个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故事了 而他出现的时间 却跟百花大教堂 跟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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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反体纲 反体纲的圣彼得大教堂 西斯敏教堂 是一个时间 是一个时间 那边 把人描绘成鬼 跟鬼是一个层次 那在 在西游记中 佛祖 他引述佛祖的话 人是鬼 共通的 完全是通的 只不过是 在这人世中 有两大脉络 一个是在 以洋人 以白人为主的一条脉络 另外一个 是以中国人 以黄种人 为另外一条脉络 而这部分 却跟印度融合在一 跟印度的佛家 是有的一笔 是融合一体的 啊 他们是相互交叉的 呃 木扎 风神演义里的木扎 呃 呃 哪吒的哥哥 在那里面 他做普贤道人的徒弟 等到了西游记 他成为了 观世音菩萨的徒弟 叫智慧 啊 叫智慧 所以 他们都是先在道出现 后在佛出现 而菩提道 而菩提老祖呢 人们说他佛道都有 这天地间 是由佛道组成的 师父在讲解中讲过 讲法中讲过 呃 你真正能够洞悉这一 当你真正能够看明白这些的时候 你觉得天地间的世界太大 人不会受悲 不会被约束 不会被自己的贪欲所约束约束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大自在的人 那不被人心约束的时候 你就是个大自在的人 在我个人眼睛里就 我说多了 这里讲的就是一句话 人在西欧记中是鬼 是鬼 所以今天大家要明细自己状况 但是呢 他是来杜鬼 未来佛是来杜鬼的 人坏到那份上 人饿到那份上 那何人能被救度 靠悟性 靠悟性 那坏到什么这份上呢 呃 我们先看大风吧 先看山珠大风 再看瑞典的那个故事 那山珠台风横扫的时间 应该是今天早晨 呃 星期日的早晨 呃 我跟大家讲香港零一报呢 说在台州 呃 广东的台州 呃 大概风风速高达十次级 呃 网上有很多 人们用手机拍出来的视频 呃 看起来相当恐怖的 呃 看起来相当恐怖 那 而在整个台风 整个在报道中 都是这 这 这是一种自然灾害了 在报道中呢 呃 大家展 大家表现出来的 涉及到内容 都是讲风的那种残酷性 嗯 比较特别的 呃 很多人在转的就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孩子 被风刮倒了 看起来是个孩子 起码 十岁左右吧 被风刮倒 躺在地上起不来了 另外一个人 不知道是他家里人 还是旁边的 普通人 想去帮他 想给他扶起来 这个人往前走 没走到宫前呢 那风来了 就把他一下给吹倒了 这个应该是路边 所以他旁边 有这个视频 我一会儿跟大家组 放一下 那 这是一个非相当真实 呃 相当恐怖的一个场面 那 呃 到底说带来多大灾害呢 有人说可能会 1200亿美金吧 呃 报道中都是这么讲 呃 在菲律宾大概死 他说死了大概25个人了 数字一直 一直在改变 不同的媒体 在报道死亡的数字呢 也有不同 呃 中国 他香港 台湾 中国香港 广东 这一边 死多少人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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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看报道 应该 我不知道现在风力如何 那看到这个故事 基本就是这个故事 过后我会 我会把一些 网上的视频 我能看到 跟大家组合一下 分享一下 就是你知道 他的风 有多厉害 但是 作为评论来讲 当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呃 比他早一天半到两天的 佛罗伦萨 呃 飓风 叫飓风 曾经被认为是64年来 美国最强烈的飓风 将袭击美国东海岸 呃 南卡罗来纳州 北卡罗来纳州 维基尼亚州 呃 都进行了 紧急的疏散 看报道是这样 呃 起码有100到150万人 肯定被疏散 被影响了 大概有600多万人 在 这个星期之前 这个星期的开始 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 他在呃 大乡形成过程中 在扫过 加勒比海的过程中 他的风速高达 那他的级别高达 四级 四级 应该是他最高级 我没听过五级的说法 应该是他最高级 所以 我们几次讲说 川普讲 呃 没什么可怕的 星象 结果被媒体 呃 呃 疑 疑痛的这种 边形啊 口诛笔伐 骂得他一无是处 呃 毫无人性 毫无 毫无怜悯之情 冷酷无情 跟纳粹差不多 基本什么词都用成 那川普呢 也就不好意思了 他只能改口 他改口 他在推特上 也也讲说 大家要小心呢 要那个 他是随口说这么一句 他说没什么可怕 当这个飓风 登陆开始 昨天星期五 应该是前天 星期五 星期五开始登陆的时候 他已经降到了 降到了热带风暴的 他从 在登陆前 星期四晚间的时候 降到了二级 等到星期五登陆的时候 我不知道 飓风 有没有一级的说法 就是 一级飓风 跟热带风暴 是不是 他是一个概念 呃 专业学的不好 学过气象 学的不好 不爱读书 呃 但有可能 他是这么连的 所以现在 只管他叫热带风暴 不叫飓风了 我们当时 节目中 一再跟大家讲 叫 呃 谈到范冰冰的时候 说 德不配位 范冰冰出事 他要不去领那国家道德精神奖 他今天不一定出事 当他领那个奖 他死了 而领奖的两个主要两个人 恰恰他跟冯小刚 而崔永元打的就是他们俩 说崔永元为什么打他们俩 因为手机 绝不会因为他去领这奖 从来没听说 崔永元说 我看你们俩领这奖 我心里过不去 没这么说过吧 崔永元说的都是你阴阳合同 你跟我手机 你跟我玩 玩力个愣 对吧 崔永元没那么伟大 他只为自己报仇 报应是外在的 女娲找了个狐狸 可是在超哥 那是个漂亮的女人 可不是狐狸 神要对人做什么 符合人的形式 而不是神的形式 一样的道理 这个人遭报应 是表面人中有因为所以 但真实的原因是那个 所以今天再讲 我已经讲了三天了 就是川普老爷子 在美国那一待 这飓风就下去了 有朋友说那明天再来一个飓风 他又不下去 这事不好办 时间是个神 这个时间点 咱说这个事 如果你不太认同 哪个女孩 哪个女人都经历过十八 经历过二十八 经历过三十八 经历过四十八 今天她八十八 八十八没多少钱 对不对 那 当今天八十八的时候 可能是谁的奶奶了 那当年十八的时候 那谁还在她妈肚子 她的妈还在她奶奶肚子 她的妈还在她姥姥肚子 脚合根那儿转筋呢 小虫子还没出来 还没轮上她那小虫子出来 开玩笑 你能一言以蔽之吗 这就是今天 很多人在看待问题上 极具质地有生的诡辩论 妈妈十八能还生孩子 妈妈八十八能生孩子吗 但是不是这一个人 是吧 所以看问题不能那么看 我只说今天就事论事 就这个时间点 说这个事情 所以川普老爷子往那一待 这飓风就下去了 他们要不骂他 可能还没事 而他对应的这件事情的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这个飓风 这个台风 这个台风 香港01 替习近平说话的 香港01呢 登了一篇文章说 国内网友问 为什么不拿炮打他 对吧 拿娘炮打他 说在北京用娘炮打过 所以阴霾的天给打没了 大阅兵的时候要干嘛的时候 说阴天也用了一个娘炮 扑上去了 打得不错 说为什么不用娘炮打这个 没吃药 没敢用娘炮 没吃药 我觉得太龙龙了 这词 那没吃药呢 人家中央七二奶 据说有人还答复了 说因为那个飓风太大了 说他每秒钟是每分钟释放出来的能量 一千二百颗 一千二百颗广岛原子弹 所以网上打娘炮不好是 你吃药给他顶出了血 他也没用 他也没用 所以就放弃了 说打不了 说那你为什么不打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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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都有封眼吗 封眼里头是没有封的 这个台风的封眼里头没有封 说你往封眼打 后来我就乐 我说你想过没有 他娘炮 把封眼里打 够不着 他人讲说 他自己人没那么说 人说不可能 那基本就是不可能 所以 这是技术上的说法 我的说法 今天老天爷 讨伐中共 让大家 明眼的人 如果看明白的话 同样在美国 跟中国 出现的两个 基本都叫热带 热带飓风 对不对 那中国的结果 跟美国的结果 居然不同 而中国出现的是习近平 中共背书下的习近平 美国出现的是 In God with trust 这个川普 成功结社2018 我跟大家说 我觉得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 但你不能否定这种事实 你不相信我说的 你不相信我说的 只是你不相信我说的理由 但是呢 你在现在科学知识 有学气象的人不多 学地质的人不多 你只是一种被科普的概念 123都没多少 对吧 科普101 你也没多少 你站在一个被科普的概念 你同样也还不相信 就是茫然的不相信 我现在所说的 因为你现在忙着找买iPhone XS 最新款的iPhone 那我想表述的意思 你接受不接受是你的事情 但如果你拜天惊地 这就是真的 这就是真的 在香港01当中呢 有一句话 那句话 那句话 我看我能不能找到 他那句话当时说的 蛮有趣的 在香港01 他有香港01的头版 他就讲了叫 内地网民问 为何不能消灭飓风 气象局说 投核弹没有用 投核弹没有用 他还敢扔核弹 那最后 最后的结束是什么 大自然才是这个地球的主宰者 这是中国气象局的解释 大自然才是这个地球的主宰者 总有人以为 人类已经主宰地球了 但大自然面前渺小的不堪一击 消灭 当然是要消灭的 比如说 把他与飓风的名字 从飓风的名字中消除掉 把删除 广东人说的 中央气象台 中国中央国家气象台 在不被党领导的背景之下 他会简单地说出人话 大自然才是这个地球的主宰者 不是中国共产党 不是中国共产党下的 中国制造 2025 不是中国共产党制造下 在智能化产品下的 共产主 那就是灭绝人性 跟大家分享一段 一些视频 中国共产党制造 撞過來 哎呀! 阿Kat 哎呀! 哎呀! Shit! 有隻船啊 阿Kat速速 你打給阿Kat 哇! 我! 我已經聽到他不清楚了 看我們進入了已經被吹了 什麼都看不進了 無知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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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可以看了 可以看了 刚刚还能看到图书馆 现在什么都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 什么都看不到了 刚刚还能看到图书馆了 到没有了 我想看不到了 我想看不到了 因为他根本又想不到 还有一点 想不到了 鞋子 在哪里 红尾 你还有一点 大约 可是 大约 您是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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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他意识形态中的所有敌人 打击所有对中共说不的小国 美国他惹不起 打击所有向他说不的小国 瑞典是一个关键 闹了几年的铜锣湾书局的事情 桂林海是瑞典到现在依然在被抓 他是瑞典人 那另外一个就跟诺贝尔奖有关系 虽然因为诺贝尔奖是分散在瑞典跟挪威了 但是他会连在一起去 人家会整体思考的 党的舆论会整体思考 所以当一旦抓住瑞典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当抓这件事情的时候 中共就要利用这样的东西 去以爱国主义的宣传方式去打击瑞典 在民间引起风响 在民间引起这种互动 但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我跟大家解释过 在一百份真相中 他拿出九十份东西 都是真实发生的 但他拿出九十份东西 进行他的编造来说法的话 结果完全不同 让我觉得挺有趣的 就是说 看来对瑞典这件事情 王沪宁主持的宣传的系统中的 非常统一 香港01同样扮演着中共党媒的角色 他很快的登出了两篇文章 一个视频 我当时看到我根本没管他 中国客在 中国客遭瑞典警察 扔到郊外坟场 坟地的坟 那涉事旅馆反驳说 定错了日子而拒绝离开 所以把警察叫来 这里面真实的状况 我看到真实的状况 给他们带到了一个地铁站 他们应该是头一天的 第二天的下午三点钟 应该是当天下午三点钟 check in 就是你才能够进入旅馆 得到房间 但他们自己飞机的时间呢 是在早晨凌晨的时候 就已经到到达了 到瑞典了 他们就在半夜的时候 到来到这个旅馆去check in 旅馆不接受 旅馆不接受 在旅馆不接受的情况下 他们又拒绝离开 旅馆就不太愿意了 所以就应该就跟他说说 你根本你是下午才能check in 我也没有房间给你 那你应该离开 你不应该 就不能在我这 这是人家是旅馆是私人用地嘛 人坐满了 他们拒绝离开 那旅馆就叫了警察 警察就把他们强行带开 带到了一个附近的地铁站 那意思就是让他们自个儿找地儿 在附近的地铁站呢 他说距离有一段几率 开车得五分钟 有一个大教堂 当地挺有名的大教堂 教堂的背后是坟地 香港01的宣传的卑鄙的手法 就是这种做法 在西方社会 包括在香港 坟地跟活人是一起的 是一起的 第一个 第二个 他的坟地的概念 跟中国人的概念两码事 第二个 坟地跟教堂 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 香港01的报道 为什么不说叫瑞典警察 把他们扔到教堂呢 却说扔到坟地呢 窃取中国人 对死人 对目的的概念 进行侮辱式宣传 侮辱了谁 侮辱了每一个看这篇文章的人 所以香港01伴随着党媒的概念 另外一篇文章 瑞典警察暴力对待中国游客 环球时报说 瑞典警察中的败类 必须延长 碰瓷的 所谓暴力 我一会儿跟大家放视频 所谓的暴力 它的概念是 那警察拦着 那个小伙子要去进那个旅馆 应该是 警察拦着 小伙子立刻倒地 碰瓷的 所以香港01在这个问题上 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暴露了自己身份 因为这是大外宣的重大责任 这是大外宣的内容 所以在有关 相有关 应该是可能是跟桂林海有关 跟桂林海这件事情 拔高到习近平的层面 香港01不敢不这么做 内容我觉得没必要看 两个标题就非常清楚 而引用的是中国境内的内容 中国境内的内容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网络上我看到的这些人的 这一家人的表演的真相 我跟大家解释过 见过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臭不要脸 见过到地 遍地是臭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没有长脸的 所以我早跟大家解释过 这种做法 在就这种做法 跟这个马云说的 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 刘强东说 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 十年之内 是一样的说法 完全是一样 他表现出来的 是中共体制下 人性被灭绝之后 当贪子为先之后的 一个真实的一幕 而环球时报在这个背景之下 香港01在这个背景之下 以这样的手法去宣传 当替党卖命的人 他将扮演什么角色 他是什么东西 你不要说这是我的工作 你不用说这是我的工作 很有名的一部电影 叫《读书》 《Reader》应该是 讲的一个女人 在纳粹期间 她只不过是一份工作 她是个爱情故事 一个暗恋的故事 一个老女人吃小鲜肉的故事 真流氓 老女人吃小鲜肉的故事 这是个人的故事 但她的大的背景 就是她是一份工作 她只是一个 公共汽车 是一个铁路的 一个卖票员是什么 但是她却成为了纳粹的帮凶 香港01 你在香港初 你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当你这么报道的时候 因为你的内涵 你的生命的内涵 是共产党的精神 我们看一下这个网上能够拿到的视频 谁能帮他们呢 谁能帮他们呢 这些人就告诉他们 是否才能帮他们的 这是我呢 这是你 是 这就是Keeley 这就是Keeley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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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我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早上 912 这是环球时代 停管抢嘴 抢嘴 你去抢 你去抢嘴 抢嘴 你去抢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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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抢嘴 抢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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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断上去 正断正断的方 抢嘴 你不要帮我抢嘴 抢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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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都给了我 我拿多少钱啊 钱那下来给你讲 来给我讲吧 来 来给我讲吧 我钱 来给我找个真嘛 好 我来要 先把袋 好 这样吧 想想的都 他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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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他这一眼 你亲亲 亲亲 亲亲 我给说 你们看 我看你们看 我看你们看 我看你 我看你 你接个 拿着就好啊 那这位姓曾的男人呢 说警察问他是不是难民 威胁要送他到森林和野兽在一起 半个小时之后 多名警察把他们送到 几十公里以外的 一个坟场 说当地都是听到 动物的吼叫 一群一家人只能围坐在坟场 相互取暖 后来被路人相救 环球时报 人民日报 新华社 狂轰烂炸 然后讲说这是败理 外交部痛斥瑞典 已经提出严正交涉 而昨天下午网上流出了当天的视频 看出这完全是两回事 我们刚才看到那一段视频了 对吧 我们看到那一段视频 拍片的人在讲说瑞典杀人 所有所有东西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个人觉得就不用再评价 因为那段视频出来了 那是事情的真相 有关 有关这个房租的问题 有关这个背景问题 他是这么讲的 苹果日报 按照瑞典酒店的规定 凌晨来到要定一天的房间 有遗情者之说 网上爆料三个人不愿意多付一天的房租 所以不肯离开 促成了酒店 报警 让他们出去 那查遍了当 苹果日报记者查遍了属于世界文化遗产的 叫做林地公墓 距离酒店八分钟 旁边有巴士站和地铁 里面有那里还有24小时开放的教堂 记者致电酒店 酒店只不回应此事 那警方说只收 证实收到报案 已经结案 就这么 坟场 那通常应该是 在西方社会中 通常跟教堂是相关 他报案 没替他报案的时间 但是呢 他反映出今天中共体制之下 中共的最上层 对瑞典的态度 用任何一个具体的事情 来鞭挞瑞典的灭绝人性 而他们本身 却是连猪狗都不如的 高级动物的 冷 毫无人性的东西 猪狗不如 我没骂他 因为他不在轮回转世中 因为在轮回转世中 没有给高级动物准备任何东西 高级动物只有一个归属 马克思 他们自己说的 所以习近平在定 中国共产党员的处罚 管理条例中 讲得很清楚 你要有信仰 你就别信共产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要是人 你就不能成为党员 你要是人 你就不能成为党员 所以组织要劝你退出 你说你是不是人 我不开玩笑 我讲节目就是从生命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 我们看到的故事 对不对 那生命的角度的话 那人就是人 那不是人就不是人 猪就是猪 狗就是狗 猫就是猫 但他绝对不是娘炮 你管猪也不能叫小鲜肉 只有高级动物的说法 潘小涛 资深媒体人 他对曾男 这位曾姓男的说法 曾姓男 这个词念不好 念成曾了 曾经是男的 说法有怀疑 凌晨时分 北欧很少有人在街头 众多图人 指地警察的说法 无从说起 官媒夸张 煽动民族情绪 并非首次 会担心出现外交风波 就我个人来讲 他可能瑞典 就不会把他当回事 就是个乐子 为什么 中共外交部的做法 就是个笑话 它是个笑话 而他为什么存在呢 是因为围绕着瑞典的事情 它的指令 来自于最上层 所以在外交部 在中宣部 在各媒体中 才会出现口诛笔伐 包括香港的香港01 都把这件事情 以口诛笔伐的方式来表达 这只有出自于中共最高层的领导者的指令 而那个指令是早已经放在哪 这是真正灭绝人性 另外有一些网友讲话了 说不拍视频还好 一拍露馅 就是一个污赖 碰瓷的 看不出女警的 女警察的粗暴 这是耍赖皮的 遇到了最温柔的对待 如果文中的休息指的是睡觉的话 那酒店大堂是不允许睡觉的 是 我自己也遇到过 我在 我在巴黎遇到过 对不起 罗马 我在罗马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在 忘了在美国也遇到过 北西 因为时差的原因 那人家没有收拾好房子 通常遇到的状况就是 没有收拾好房子 说你订的房间没有收拾好 因为时间没到 你 我们通常就是 你把行李 寄存在酒店的 lobby 就是接待那 他完全接受 然后你可以换上 你希望 喜欢换的一些 轻便的衣服 在这个 在酒吧的洗手间 洗洗脸 说说嘴 因为你总是旅途嘛 然后你就到周边 反正你是来旅游的 你就去出去旅游一段 拿上你的相机 拿上我的iPhone 差不多那个时间 那你旅游的取决于你自己了 他酒店一定在三点之前 把你房间准备好 非常正常的 一个很简单的 正常的道理 但为什么遇到大陆人就这样 我是爷 我是奶奶 我是姑奶奶 对吧 我是上帝 帝你个大头鬼 中间全是只有一个我字 以各种手段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能叫他臭不要脸吗 臭不要脸都有脸呢 我再跟大家讲 高级动物哪有脸呢 很多朋友连这个话都听不懂 说你骂人 我从来不骂人 高级动物没脸 多付一天钱不行吗 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人家要求你多付一天钱 果然不能轻信一面之词 没有官方确认的证词 网络谣言 人心太复杂了 没有官方确认的证词 你谁家是官方 这一段视频看着眼熟 那城管执法 我觉得这是一种 相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的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城管执法 对吧 分享过城管执法 所以在我个人眼睛里呢 这是相当悲剧的 悲剧的原因 共产党屠杀中国人的方式 是在你内心的深处 你的世界观的三观 按照P2P自杀的王倩女士的说法 我三观被毁了 三观不是你现在被毁了 三观是在你成立三观时毁了 高级动物的三观 所以当你面对现实 高级动物在面对 以丛林法则要杀了你的时候 抢了你的钱的时候 你的高级动物的三观没了 被摧毁掉 你接受不了 所以他真正毁的 就是在中国大陆人上学的时候 直接摧毁中国人的三观 直接摧毁中国人的三观 周末愉快 星期日 我会议到你 我会议到你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